历代至下 第十三章 耶路波安王第十八年 雅比亚登基做犹大王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年 他母亲名叫米该亚 是基比亚人乌烈的女儿 雅比亚和耶路波安常有征战 有一次 雅比亚带着精兵四十万 都是英勇的战士 准备开战 耶路波安也带着八十万精兵 都是英勇的战士 列阵对抗雅比亚 雅比亚起来站在 以法连山地中的喜马脸身上 说 耶路波安和以色列众民啊 你们要听我的话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曾经立了言约 要把以色列国 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 你们不知道吗 可是大卫的儿子 所罗门的仆人 尼巴的儿子 耶路波安 却起来背叛了他的主 有些无赖匪徒 劫及跟从他 欺负所罗门的儿子 罗波安 那时 罗波安还年幼 心里精确 所以不能抵挡他们 现在 你们有意要反抗 大卫子孙手下的 耶和华的国 你们人数众多 你们那里也有金牛犊 就是耶路波安 为你们所做 当作神的 你们不是驱逐了 耶和华的祭司 亚伦的子孙 和立位人吗 你们不是 向世上万民 为自己立祭司吗 无论什么人 牵来一头公牛犊 和七只公民羊 把自己分别为圣 就可以做那 本不是神的祭司 至于我们 耶和华 是我们的神 我们并没有离弃他 我们有侍奉 耶和华的祭司 都是亚伦的子孙 并且 有立位人负责工作 他们每日早晚 向耶和华献繁祭 焚烧芬芳的香 在清洁的桌子上 摆上陈设饼 每天晚上 燃点金灯台的灯盏 我们谨守 耶和华 我们的神的吩咐 你们却离弃了他 看啊 神和我们同在 率领我们 他的祭司 拿着号筒 向你们大声吹响 以色列人啊 你们不可和耶和华 你们列祖的神作战 因为你们 必不能得胜 耶罗伯安 却派伏兵 绕到犹大人的背后 这样 犹大人前面有 以色列人 他们背后 也有伏兵 犹大人转身 看见自己前后受敌 就呼求耶和华 祭司也都吹号 于是 犹大人大声呐喊 犹大人大声呐喊的时候 神就在亚比亚和犹大人面前 使耶罗伯安和以色列众人大败而逃 以色列人在犹大人面前逃跑 神把他们交在犹大人手里 亚比亚和他的人民大大的击杀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中倒闭的精兵 共有五十万 那时 以色列人被击败了 犹大人获得胜利 因为他们倚靠 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亚比亚追赶耶罗伯安 夺取了他的几座城 就是伯特利 和属于伯特利的乡镇 耶沙拿和属于耶沙拿的乡镇 以法拉因和属于以法拉因的乡镇 亚比亚在世的日子 耶罗伯安不再强盛 耶和华击打他 他就死了 亚比亚却不断强盛起来 娶了十四个妻妾 生了二十二个儿子 十六个女儿 亚比亚其余的事迹 和他的言行 都记在一多先知的传记上